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就讲那天的事儿 我们是八月份八月底进入的三县 就是陕西省紫阳县就陕南啊 八月份进去 然后到十月份国庆的这一天呢 两个月期间呢 我们一直在修一条公路 就是从芭蕉口通往高桥 这么一段路上的一段公路 因为要修铁路现在修公路啊 有了公路这个材料 机械才能进来 这个紫阳那一带啊 我们去的那一带已经是大山了 接近川东 四川啊 大山已经是连绵大山啊 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饱偿了这个饥饿的痛苦 八月份进去到十月份 整整两个月啊 实际上也不长 六十天 我们就时时断粮 而且有粮的话 即使有粮的话也不会按定量给你 基本上就是吃完饭一个小时 前心贴后心 因为没有副食 没有蔬菜 豆腐呀 肉类呀 更别提了啊 十月一号那天 也就是大阅兵的那一天 我们在公路上正在修路 在修路的间隙啊 就是我准备去 去个洗手间啊 那时候没有洗手间啊 到山上啊 就拉个掩饰 正在修公路啊 这拉掩饰怎么拉呢 那就是找一个 山的一个小山谷吧 然后能上去的 因为我们是在半山 底下是汉江 人河 这边是绝壁 在半山腰里在修这条公路 我找了一个小祸口 攀爬啊 爬了上去 蹲那拉野石 开始没有在意啊 周周边的这个环境 哎 突然发现那个三五米远啊 那个草 野草嘛 山上的野草 有点异样 因为它是整整齐齐的 显然是有人维护的一个菜系啊 种植的东西啊 种的什么东西啊 看不懂 有点像是那个萝卜 萝卜鹰子 那个我见过 菜市场见过啊 像是萝卜鹰子 哎 我就捏着那个 看见那个根上啊 还有点白 地面露出点白 特别像萝卜 我就揪着那个轻轻的揪了一下 刺下就出来了 很轻松 哎呦 果然是萝卜 但是那个萝卜就特别小 就是口上那个地面上那么稍微大大的 一揪出来的 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揪出来呢 底下就是个长溜的 一个尖的 哎 后来人有人就就说 这叫 这就是 呃 贼光偷 露出地面的比较小 叫贼不偷 哎 恰恰这种 贼光偷的这个 上面显得大 一揪出来 没东西 没货 哎呀 但是那时候你猜我怎么想 当时那心灵 我一看 哇 欣喜若狂 立刻就拿那个衣服 我就把那个 哎 萝卜擦下那个白皮啊 擦一下 然后呢 开始想包皮啊 哎 后来想没必要了 着急的 然后直接就咬了一口 哇 那个萝卜的那种 毕竟是食品嘛 是食物啊 哎 虽然很辛辣 而且是还没长成的 就特别的辣 哎呀 但是我吃 吃了两口以后就 进不住 就是趴在地上就把那萝卜增增增 全揪出来 也不管谁种的了 现在人估计是农民种的啊 紫阳那个山 哎 土地不太好 全是山上 偶尔这出现一点浮土 他就种点菜 平时种南瓜 主要的是 我不是说过吗 没有粮食 就是吃南瓜 哎 就是背一个像那个 渔民那个小篓子样的 屁股厚的挂个小猪篓子 然后呢 拿一个棍 头削尖 在地上戳两下 篓子里拿出两个南瓜籽撒进去 脚蹬一下 把土埋起来 就走人 就这样满山种 种南瓜 一年四季就靠吃南瓜作为主粮 还有那个树上那个柿子 我上次说过 当时吃那个萝卜 吃完以后呢 我憋不住下去以后呢 因为还得干活嘛 别一会儿我又去拉野屎 他说你怎么屎都啊 哎 我又去 为什么 又想吃 这次吃有准备了 去了石球球 口袋里又装了装了几个啊 回来又干了那么一会儿活 就躺地上打滚了 肚子疼得要命 那像萝卜嘛 空腹 没一点粮食 我们周边那几个朋友 同学嘛 一看了以后 哎 你嘴一股的萝卜味 吃萝卜了 在哪儿 哪儿有萝卜 我就是不说 疼得不行 哎 我就手指着下 你们去吧去吧 他们都跑到那个山沟里去看去 一看里边果然有萝卜 就开始抢 就在那一天 我这边肚子疼着啊 然后我们不是带着有个小半导体 边干活 边听半导体 好像是连长给的嘛 是不是 就是听那个北京的那个国庆阅兵室 哎 那个 那个口号声 毛主席万孙啊 什么之类的 在一个林彪的那个主题报告啊 还有大阅兵的那个乐曲声 我这边肚子疼得要命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70年 国庆节 休公路 偷萝卜吃 肚子疼 满地打滚 我今儿一开始就讲了这么一个看似笑话的 苦涩的笑话的一个事情啊 实际上饥饿成为我们后来两年八个多月 修路期间的一个主题 我们生活中除了施工之外就是一个 如果找到吃的 忽然发现山上呢 有一种灌木葱 上面接那个小红豆 有的叫香丝豆 我说显然不是香丝豆 香丝豆不能吃吧 好像是 这个是当地农民叫面囊 当地口音说面囊 面囊的什么特点呢 开始我们无意中看到以后 放嘴里尝了一下呢 觉得糖分不重 稍微有点甜 能吃也不苦 后来农民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叫面囊 然后到打霜以后特别甜 打霜以后的农民就可以把它摘下来 然后晒干可以碾成粉 里边还有淀粉 如果有面的话可以和面和在一起 当地农民没面就直接拿那个和面 就可以做成饼子吧 蒸着馒头什么之类的 我估计那个也难度也大 因为那个小豆那么一点就跟黄豆大 没想到这个东西成了我们的救命粮 大家都吃这些东西 上山干活的话 一路边走边揪 揪着把那叶子连叶子拔下来 就开始捋 边走边吃 哎呀 说了话甜不饱 只是嘴里边有点嚼头 算是安慰 心理安慰吧 但是这个是这个面囊 扮演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这两年八个多月 我后来写过几篇文章 就是说是由于我们被迫在山上寻找吃 为了嘴 为了肚子 饥饿 想了很多招 在山上发现了很多都开发了很多东西 可以吃的 我把它叫做三线菜品 品味的品 三线菜品 当然都是野味的 我这举个例子 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面囊 说不上是凉 也说不上是菜 哎 反正是能甜饱肚子 哎 又甜不饱肚子 反正能甜肚子啊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核桃 当地农民叫海桃 由于饥饿都去买核桃 我们那时候钱不多 因为一个月只有呢 几块12块钱18块钱 交到伙食上 然后剩下的就买个牙膏 就没钱了 所以我们就拿粮票换 家里大量的给我们寄粮票 我们用粮票向农民去换 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 粮票为何物了啊 那时候买东西买这个面食啊 买点心啊买这些东西 要有钱和搭伴就是伴侣 粮食伴侣人民币伴侣 还要有一个粮票 一个馒头二奶粮票 然后呢五分钱 我们当时拿这个粮票 我记得是一斤粮票可以只能换三个核桃 就三个啊三个核桃 我们把这个核桃换回来以后呢 当然很昂贵了呀 花了十几斤 买回来那核桃包出来 包出来以后呢 我们发明了一个什么呢 那个茶缸子 就是糖瓷茶缸子 把核桃仁 当然是老核桃 不是新鲜核桃 不是那鲜核桃 新核桃不能不能做 新核桃就是有水分 就是水果了 可以现吃 这个必须要老核桃 剥出那个仁 扔在茶缸里 然后呢找石头把它捣碎 放薄薄一层捣碎 捣成那个姜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呢上面撒一层盐 有的人是有糖 撒一层糖 然后再放上几个仁 就是核桃仁再砸 就是一层糖一层或者一层盐 一层核桃一层盐 这样撒 最后呢不断再砸 最后呢 整个一个糖子缸里边 就是一缸子这个核桃仁 砸的这个 这叫什么呢 我们也没有一个名称 我就把它叫核桃肉 我们在一直把它叫核桃肉 我在文章里也写 因为它类似于核 因为它本身有油 它的营养成分肯定是跟肉差不多 接近 所以我们把它叫核桃肉 而且呢也特别香 如果大家可以有空 闲工夫可以试试 这种土法自制的这个东西 我就靠这个我们嘴馋了 或者肚子实在饿了 就碗一块这个拿勺子碗一块 就吃了 但是吃到了胃很疼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呢 就是最精彩的了 昏味 这是唯一的昏味 因为陕南有这个竹林 我们在竹林里边经常拉屎 因为那时候都是旱厕 连队的那个厕所 它特别臭 虽然打扫得很干净 但是没水啊 这个就特别臭 所以我们明可到山上去拉野屎 所以经常就到附近的竹林里去 哎 到竹林那个竹子很多嘛 那个竹林很密集 哎 蹲在竹林那个草 干草啊 干叶子啊 竹叶子掉地上厚厚的 就踩在那个竹叶子上 哎 拉屎 后来发现这个在竹林里边 这个拉屎经常会发现有蛇 让我们容易想起竹叶青 因为有竹子 但是可能跟竹叶青跟竹子没关系 反正是那个里边有蛇 也不知道是土蛇还是有毒的蛇 反正大家也研究过 但是都是外地人 哎 铁刀兵那时候主要是广东人和湖北人 哎 他们多来来自湖北广东的农村 哎 我们是西安市的学生 学生瓦子 哎 当地把我们叫学生瓦子 哎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这个蛇 怎么去吃 而农民呢他们也根本就不吃 蛇也不大 哎 最大最大的也就是和这个腰带 哎 他那个皮 我们就是 回去以后把皮这么一扒一抽 哎 晾干以后就套在皮带上 小孩们玩 皮带就花皮带 蛇皮皮带 哎 就那么粗的蛇 如果你一旦逮着一条蛇 我们也不会逮 拿棍挑不行 所以每次去拉野屎都带把鞘 一旦发现那个蛇的话 就直接照着七寸 照着头 就这样往下剁 哎 一般来讲能够把 头剁掉 当上死亡 也有剁掉一半的 反正总之要把头剁掉 我们总我们觉得就是头可能有毒 把这蛇拎着尾巴 就死蛇 就拎着家去 拎到连队厨房 哎 这是形成了一个规律 哎 形成了一个规矩啊 你可以在那自己处理洗啊 什么什么 哎 也像不像样拿酒 把它泡一泡 怎么能处理处理 处理完以后呢 把它剁成段 皮扒了以后套在皮带上 好多孩子都是皮皮带上 就是都是花皮带 蛇皮皮带 然后把这个蛇肉 就像那个鸡脖子似的 啪啪啪 剁成几段 一寸一段的那种寸 寸段的那种蛇肉 一般就装一小碗 这装一小碗以后呢 就放在这个厨房里 到夜里 他们蒸馒头的时候 凌晨蒸馒头 就放在这个笼里边 就是那个蒸馍笼里边 放一碗 代价是什么呢 由崔石斑带你 因为那我们的军事管制嘛 然后熄灯啊什么东西 不能随便活动 所以委托给崔石斑 崔石斑的人 就是说一旦这碗出来以后 一人可以吃一块一段 蛇肉 剩下的就给我 给主人 打蛇的主人 一般就撒点盐 我们就吃了 也有撒点酱牛的 这如果打着蛇的话 这就是最好的 但是呢大家都担心有毒 所以 当然始终没有谁被毒死啊 没有谁中毒 但是很担心啊 这个吃蛇肉 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一次享受了啊 我们连队旁边有条小河 小河队案住着一个铁道兵十六连 他们十六连跟我们是打的一个隧道 大中林沟 580米的一个隧道 打了两年 全是人工嘛 这个十六连很有意思 人家军人人家有吃有喝的 三菜一汤之国家规定的士兵 再监管他们会有 我们学生就没有 没有这些待遇啊 所以他们这个铁道兵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 不愁事不愁合 但是这个十六连最有意思的是 他们有个连长很有意思 这个连长啊 那个你看那个连长那个就是 一剑就是个师长模样 为什么呢 连长一般是有战斗力的带兵嘛 在前线 但是呢铁道兵 那个当官的啊 只要到了团长以上啊 那全是大肚子 全是那福太子 因为他们的那个 我也说不上 代家属是没错的 铁章以上都可以代家属 因为常常在深山里嘛 可以代家属 但是呢 他们那个大幅翩翩啊 那个团长以上普遍是这样了 可是这个连呢就是个连长 他也是大幅翩翩 哇特别是个遗族人 少数民族 这个连长说话如雷 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 打过仗 但是他为什么 官节只升到一个连长呢 就我们所在的 包括十六连跟我们连所在的 上级是五七五二部队是二师嘛 铁道兵二师 那个师长都对他要近三分 师长时不时路过我们那个地方 都要绕道进来 看望看望这个连长 我忘了姓什么啊 这个胖连长 这个连长呢 因为他资格老嘛 而且他是他也不是 据说据那时候长爱说 就是这是大老粗 战斗英雄大老粗 他给他什么级别 他不干 他就待在连里边 级别工资肯定给的很高 薪水给的很高 但是他就不到那个城市去 也不到那县里去 也不到师部去 他就待在这个连长 挂名官节也是连长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就是土皇上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总感觉他 他真的就是个土皇上 全连的人都敬着他 因为那么大的 那么自个自立 那么老的一个是吧 一个官 在我们连里头养着 那他住那地方 就跟小别墅一样的 在山里头 每天吃那个东西 他遗族人 他特别爱吃也会吃 每天那个通讯员啊什么 给他师兵们 给他像采摘的那些 那个野菜野果什么东西 我们搞不清楚啊 不断给他要改善 最精彩的是什么呢 每个礼拜定期的营部医院 就有一个那个通讯员 到营部医院去拿绳 第六个什么东西带回来呢 胎盘 哎 一个礼拜 有时候一般来讲 都有生育的啊 因为那个山沟里农民 哎 生育 还有铁道呗 随军家属 生育 都在那山沟里 都在那个医院 所以胎盘是断不了的 但是他一个礼拜至少要拎回来一个 拿绳 这一就就就就买那肠子似的 然后这一缠绕着拎着 通讯员就回来了 哎回来以后做胎盘吃 那怎么加工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时候我们觉得很神奇啊 都是小孩 小男孩啊 就觉得神奇 他真会吃 啊 据说那士兵还在山上给他逮那什么 呃 不是施克兰号 不知道什么虫子 哎 那野味的虫子什么之类的 也给他逮 蝎子就没说的 那更可以 更是可以 那是美味佳肴啊 他真会吃 是遗族人 这是让我们说起来 在我们七个的这种 这种生活氛围里 哎 讲一讲这种 讲一讲这种美食啊 这个人美食的习惯啊 也也算是一种享受吧 有望眉之渴 哎 很有意思 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我以前不是说过吗 呃大个子班 然后拉签也是我们当签服 呃 到下游拉粮食 也是由我们担当 到山里砍柴也是我们 哎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进隧道 就是给那个毛泽东不是说吗 就地取材吗 哎 过去全国修铁路都是从达西岩岭运这个支撑木 啊 隧道里边不是挖洞挖一米就要拿木头支撑起来 一般都是要 呃小脸盆这么粗的这个木头 然后两米左右 不到两米两米左右 哎 这样粗的木头才能支撑住啊 呃 这个木头都是搭西岩岭运到这 可是那个香芋线 基本上全部是就地取材 而本地的木头啊 除了松木就沙木条 沙木条最多 沙木条又长不粗 好木头长粗的啊 都让我们发完了 哎 我们去进去那么半年左右时间就已经把方圆 我们最远一天跑一百二十里啊 哎 一百二十里多少里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农民叫一百二十里我们把它叫野里 山里哎 里成的里啊 山里野里 农民一开口就是我们还有多少里 哇 一百二十里吧 要不说三十里吧 走几步你问一个人 他说法都不一样 哈哈 农民这个山民这个这个礼术啊 这个东西概念啊 完全靠自己的经验积累 哎 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每天跑一百二十里最远 一百二十里要跑一百二十里 三个人扛一根木头 这根木头大概四五百斤重啊 然后这根木头怎么扛呢 我顺便说一下啊 因为说三个人两个人扛不动四五百斤啊 怎么能扛得动呢 哎 就得三个人扛 三个人道理很简单 这杠杆原理 你三个人总不能三个人同时上街对吧 又不是在平地上 平地上他也有一个人的步伐高低 总是会落在两个点上 所以中间那个人也有可能两边架起来以后 有可能撑在一个人身上 也有这种可能 在山里边那个地尤其不平还拐弯 急拐弯 小山路啊 扬长小道 所以三个人 中间一个人 三个人同时上街 随着那个地面的颠簸 互高互低啊 时不时有那四五百斤压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瞬间就得两半人就把它撑起来 就这样 协作前进 哎 协作前进 这样一来的话往往到这个要去大概走 走也就走那么五六十米就得歇一下 怎么歇呢 哎我们学当地农民的技巧 就是直接那个手里都拿一个树叉 一个树叉是天然的有一个上面有个叉子啊 一个分叉 把这块结下来底下是一个竹杆 一路上拿着这个当拐棍 一旦要休息的时候三个人约好 然后往这个旁边的山 崖壁上这么一靠 拿这个代叉的这个称子 这个拐杖啊 这么一称 三个称子一称 就把它靠在悬空就靠在这个崖壁上 这样来歇习 而且这歇习以后呢 学农民教我们还必须 嗨 就是往昔一口气啊 啊突然放出来啊 然后这样来立刻就缓过来了 那个劲儿就缓过来了啊 这都生活经验 后来我们也有那时候痛苦的时候 实在扛不动的话就扔到山沟里了 就跑回家了 有这种事儿 这我以后会讲这个 有一次我们这个班不是大个子吗 决定第二天要跑120里最远的地方去扛这个木头 那已经发好了 时间已经发好的木头 要扛回来 前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在一块就商量说 一定要在那边好好吃一顿 就是买一只鸡或者两只鸡 能买到的话 买两只鸡 然后走的时候另一只桶 就是那个铁皮水桶 准备了一只桶 又跑到那个就是施务长那个房间里 他的房间 办公室和储藏室挨着 把些贵重的粮油 木耳 黄花 一些干货干菜都在那儿储存着 在那儿死缠硬缠的 死缠烂打的 问施务长 要了一把黄花 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只有黄花 干菜总能要咸菜吧 罐头他又不给 就这样我们第二天 每人带着自己的一个杠子膜 就是这么粗的一个长长的一个杠子膜 就是半斤 这一个一个膜 实际上没有半斤 但是就号称是半斤 一人拿一个这个 一块贤菜 120里今天全天的往返回来还要扛木头 就这样一个杠子膜 一块贤菜 出发了 然后去120里我们一起赶到 然后把木头扛回间 扛回到离 扛回来的路上 大概有一半路程的时候 哎 我们把木头放在山坡上 就在到农民那儿去买鸡 哇 就求爷爷告奶奶 农民的鸡也很少 哎 买了两只鸡 也许有鸡人家不卖给我 人家生蛋啊 或者叫名啊 什么突然怎么卖鸡 他又那山民们 他又不是靠养殖来过活 哎 我们死缠印打的 又买了两只 买两只鸡 山上捡的柴火 然后呢吸水 倒在那个铁梯桶里 就架着火 然后把那个鸡 就扔在 扒了 割了 然后那个鸡杀了 然后呢毛鳩了 然后直接扔在那个桶里 哎 吸水煮着 然后撒了一把盐 把那木耳放进去 再没有做料了 只有盐 就这样煮了 两只鸡煮了那么一 一桶的鸡汤 还有鸡肉 煮了以后啊 我们大块多一 我们这个全班的十二个人 美美的吃了一顿 哎呀我们特别感激我们班长 马杰现在已经去世了 千年去世了 哎 敢说敢干 仗义 敢做敢当 回去以后 脸里边追究这个事情 他一身担下来 就是他责任 反正大家饿了 是吧 确实很感动 马杰 今天讲的这就算是十吧 十色性啊 以后还会谈到十的啊 那我们就留着下回讲吧 好了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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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